再来介绍AI650都会调整它的功率大小 那首先呢它是10W的机器 那如果说我们不需要用到10W 我们可以调低一点 让它机器比较省电 基本方式呢就是这个Menu键一下 然后数字键三一下 可以进入选单 功率的高低选择 上下键可以做选择 假设我们选择低功率好了 按Menu确定 这时候呢 刚发射它上面的条数就会少一半 发射条数少一半 这个比较不明显 那我们再调整高功率一样 Menu3 选择高功率 Menu确定 发射功率条就满了 发现吗 刚刚就不太一样了 那就是依照你的需求去调整它的功率大小 谢谢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接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哦